耶路华对家神说,你们要乘上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君说,你们要生命你们确实的理由, 他们可以生命向我们知识将来避遇的事, 他们可以知识先前的事什么事, 好教我们失措得知识的结局, 或者把将来的事给我们说明, 要知名后来的事,好教我们知道你们是众神, 你们或将福或将祸,使我们亲戚一同观看。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上帝借着所谓借着以赛亚来表明他的态度说, 你们所有人全部都跑,所有犹太人都跑去拜偶像的, 那么神就在一个环节,一个情况, 在这个经文记得以赛亚说, 我来做一个open challenge, 谁能够告诉将来的事情, 谁能够指示将来避遇的事, 谁能够指明后来的事, 唯有我耶和华, 你们众神, 假神能够的话, 我来上帝的固特性, 就是能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 这是神的规矩。 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 从小就跟人家去算命, 看命运, 我跟了我爸爸去, 跟了我妈妈去, 跟了我很多的亲戚去, 一趟一趟, 我发现到原来的东西, 由此之中我发现到的东西, 这个酸病的人算得很准, 因为我做一个牧师, 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那些酸病的人已经算得很准的, 如果算不准, 他们就没有饭碗吃了, 一定准的, 但是很奇怪的, 他只能告诉你的过去, 他不能告诉你的未来, 曾经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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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这样这样, 他都讲很准的, 但是未来的事情, 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所以未来只能, 你要知道你的未来, 或者你要把你的未来交扣给谁呢, 你要交扣给那个创造你的主, 上帝,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我是耶和佛, 这是我的命, 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家神, 也不将我的成长归给雕刻的下, 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以赛亚书, 他说很清楚, 我是耶和佛, 这就是我的名, 请你记住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耶和佛, 我没有其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看到, 看到圣经所讲的, 他说这是我的名, 我没有其他名字了, 好吗,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一、二、三, 你们要追悦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上帝, 并无别生, 我是上帝, 再没有必有必多的, 我从起初自明过后的事, 从古时缘并未成的事, 说我的仇恨比利益,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这就是上帝的特点,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先跟你讲, 我给你一个预告, 让你知道, 我就是那一位神了,